男主问阿时对于僵尸来说最幸福的是什么 阿时神似一顿 僵尸最幸福的就是把心爱之人直至骨髓都啃食干净 而僵尸吃下最爱的人后很有可能会获得那个人的记忆 这一项并没有得到证实 因为从来没有僵尸把最爱之人吃掉的例子 男主愣住了 他想起了当初李明差点吃掉他的时候 自己曾说过 所以吃完我之后就当是为了我回家吧 男主感谢阿时 阿时让他转告如武郎自己能见到他的孙子非常的开心 不过他立刻意识到 如武郎这个时候应该也已经死了 阿时也没时间了 随着身体的腐化 阿时告诉男主 如武郎曾经交代过自己 如果孙子来问他关于母亲的事 那就是自己已经死了 因为他的寿命早就超过了正常的人 所以如武郎早就交代了阿时 如果孙子来找他 那就是永别 人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 阿时完全腐化 同时爷爷也死了 信中爷爷告诉他 其实当时真并没有阻止自己 而是告诉自己 希望你能坚信着自己所做的事 继续前进吧 现在爷爷把这句话送给了男主 这封信就是爷爷的遗书 他已经预料到自己的死期了 同时男主也意识到 自己对李明的所作所为 不就是爷爷对自己母亲做的 甚至自己做的更加过分 男主下了一个决定 而达林似乎也猜到了他要做什么 男主刚下车 妹妹从后面叫他 回头一看 妹妹居然一生是血 李明早上到寺庙之后 突然发狂 见谁要谁 房子都被毁得不成样子 父亲为了保护妹妹受伤了 还笑着安慰男主说 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伤 感觉父亲什么都知道 但是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妹妹告诉男主 刚才表姐也在这里 可是他们不知道李明去哪了 幸亏达林在李明的身上 安装GPS 而李明现在居然在散华女子学院 此时女学员已经非常混乱了 因为一个学员在早上看到 李明生吃了一只鸽子 而表姐跟继母拼尽全力 把李明关进了学校的教堂 李明也逐渐恢复意识 她想起自己早上潜意识的到男主家 并且袭击了两个自己想吃的人 最后在表姐的身上感受不喜欢 所以就离开了 安置好父亲跟妹妹的男主不解 李明为什么会攻击别人 就算是进入混沌期 也会只进攻自己才对 达林怀疑 李明越过混沌期 进入了最后的终末期 而因为她是特殊的僵尸 所以还保留了一丝一丝 只进攻有好感的对象 比如继母跟情弟表姐 李明选择性的忽略了他们 达林想要调用组织的药物控制李明 可男主却拒绝了 为了不让李明攻击到其他人 她决定让李明知道自己真正喜欢吃什么 男主赶到学校 她告诉表姐 如果自己进入一天还没有出来 那就处理掉李明 处理的方法 达林知道她想阻止 可并没有用 男主独自进入教堂 继母其实不想让男主进去 因为李明已经快要腐烂了 就算是她能唤醒李明的意识 也没多大用处 在男主进去的一瞬间 表姐隐约感觉自己的什么东西要失去了 男主进去后指灭李明 并展示了自己曾被李明撕咬的伤口 李明感觉到不一样的东西 看不见 但是能感觉到 一直想要的东西出现在面前 李明已经忍不住了 她直接扑了上来 男主没有反抗 她想要李明恢复记忆 可李明没有咬下去 而是她转身去捕食小燕子了 这也让男主知道 李明心里已经完全没有自己了 猫咪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慢慢的爬往了学校 不过她在路上跌倒了 一个黑影出现在猫咪身后 李明的父亲回来了 散华团一郎回归 会是更加混乱的开始 还是最后的希望 毕竟现在的情况已经不能再差了 而且重新回来的团一郎 似乎不一样了 对猫咪过敏的她 不再讨厌猫咪 团一郎让继母先回去 可继母想一起帮助李明 这次团一郎没有拒绝 而是感谢了继母 猫咪进入教堂 男主对猫咪说出了实话 她想重演上次的事 让李明吃自己 然后唤醒她的意识 可现在李明对她完全没有兴趣 丢脸吗 还是没种 每个人都不一样 经历也不一样 这时李明注意到了猫咪 她想吃掉猫咪 团一郎出现了 暂时制服李明之后 还打了男主一巴掌 只是因为被李明忘记 就丧失了一切自信 团一郎更加看不起男主了 这时李明暴起攻击了团一郎 刚刚还气势满满的团一郎躺尸 她告诉男主 自己跑遍了世界各地 最后也找到了组织 并且跟男主的爷爷相遇了 从爷爷那里 她知道了一切 男主让他别说话 准备先救他 没想到团一郎一步见他 这么重的伤 直接一个驴打挺 她告诉男主 即使情况已经到了这个样子 她还是没有放弃 她坚信 只要能传达给李明感情和希望 那么说不定会发生奇迹 而能制造这个奇迹的只有男主 在团一郎的教育下 男主觉醒了 直接拉着李明火了上去 李明咬破了她的嘴唇 她尝出了自己想要的味道 但是她不知道 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但男主却被李明撞得生疼 而李明也奇迹般的 短暂的恢复了意识 男主约李明一起出去逛逛 两人静静地走在河边 为了完成李明曾经的愿望 男主带她逛了动物园 两人开开心心地晚了一天 重新认识 李明也想起了曾经的一切 而这其实都是回忆 这两人曾经的回忆 在闻上男主的那一刻 李明把男主吃掉了 而吃下了男主的心脏 李明也恢复了记忆 或者说她获得了男主的记忆 一边残忍地吃着男主的心脏 一边回忆起来曾经的美好 多么残酷 而也美好 李明恢复记忆了 可男主也死了 尽管李明使劲地呼喊 可始终没有人回应 看到手上的血 她意识到男主已经被自己吃掉了 李明陷入了无尽的绝望的深渊 奇迹发生了 可伴随的是另一个悲剧 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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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的绝望 李明已经麻木了 从那之后 李明带着猫咪来到冰窟 这里有男主的痕迹 充满了三代人满满的回忆 吃下男主之后 李明已经彻底明白了 自己不能跟正常人类居住在一起了 可是两个月过去 半年过去了 李明的身体跟意识 居然没有一点腐坏的迹象 于是李明就搬出了冰窟 她住进了一处废弃的别墅 在这里种上了大量的紫阳花 不久之后 达林找上了李明 爷爷的一周年纪日到了 她想让李明参加 达林还注意到 猫咪已经死了 因为吃了从李明身上提取出来的药剂 猫咪的意识一直清醒 直到最后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扛住腐化 而李明是那个特殊 她还吃掉了最爱之人 正在跳动的心脏 更是特殊中的特殊 李明重新回到了寺庙 表姐妹妹都很惊讶 在爷爷的一周年纪里上 李明表现得非常安静 表姐觉得 李明一年了 没有一点变化 不过又说 要是男主还在 身为僵尸粉的她 肯定能看出一些变化 李明并没有因为这个玩笑 并得活跃 反而是要离开 就在拉开门的一瞬间 她居然看到了男主 两人全都愣住了 表姐大大方方的推了李明一把 原来这一切都是表姐计划好的 安排男主跟李明 在爷爷一周年的机遇上碰面 两人的聊天没有以前那么自然 都变得非常羞涩 当时三华团一郎 并没有直接离开 李明袭击男主的时候 他也被吓傻了 李明吃男主心脏的时候 团一郎叫人 偷偷的把男主的身体拖走了 然后帮助男主换了一个心脏 经历了这么多的团一郎 也跟继母和好了 而因为被李明养了很多次 虽然没有变成僵尸 但是跟爷爷一样 不是正常人了 失去了心脏后 没有当场死亡 男主让李明不要在意 吃掉自己的事 想要李明回来一起住 可李明心中还是有芥蒂 撒谎说 自己还蛮喜欢一个人的生活 男主也是个直男 没有继续劝了 还说自己白担心了 不过男主问李明 自己被吃的时候 有没有说什么 李明说 多谢款待 莫名其妙的李明 接受了男主的告白 俩人因为这个 似乎回到了以前 男主开始 可能因为妈妈的原因 变得重口味 其实男主可能是喜欢李明 跟僵尸与否 并没有多大关系 从他送李明回家 就能看出一些 后来他认为 李明的死 是因为自己 为了李明能不腐烂 想尽办法 为了能让他 摆脱他父亲 而与其决斗 最后被刺了一件 多次被失去理智的李明攻击 昏过去两次 还有一次 心脏都被吃了 差点死掉 但他每次醒来 最先想到的都是李明 在快被李明吃掉时 向他告白 并希望他能回去 认识李明后 他被弄得半死不活 却从未抱怨过 男主的那句 吃完我 就当是为了我回家吧 唉 多年以后 一个女孩跟一个小男孩 根据奶奶说的故事 去寻找白色魔人 两个孩子 带着死羊花叶 寻找白色魔人 而白色魔人 就是李明 他也跟阿世一样 恶趣味的吓唬两人 然后问他们的愿望 小男孩居然想要 所有僵尸手表 高级奖章 不过李明骗他们说 要吃掉一部分 小男孩二话不说 就把姐姐卖了 因为姐姐老嫌弃 自己的屁股大 所以他就让白色魔人 吃掉姐姐的屁股 这还真是亲弟弟 姐姐也真是亲姐姐 毫不客气 然后白色魔人消失了 他们趁机逃出隧道 不过他们逃出隧道的时候 看到了李明 李明让他们替自己 向奶奶问号 漫画结束了 还有一行旁白 李明所说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一切都任君想象 有很多人说 李明不老不服 只能孤单的活下去 还说这时候 孩子们的奶奶都死了 做这样感觉不适 爷爷只是实验的时候 吸入毒素 被毒素侵入大脑 还得了重病 又被达林的父亲 差点打死 都活了150岁左右的 男主心脏都被吃了 当时摄入李明的毒素 有多少 而他还没病 活个100多岁 没什么问题 而且女孩看样子 是妹妹蒙路的女儿 那这个时候 男主跟妹妹 他们大概是40岁左右 也就跟男主父亲一样 正直壮年 而孩子根据奶娘讲的 白色魔人的故事来探险 有可能就是李明避开人类生活 男主又是个宅男 肯定不会主动带李明玩 所以表姐跟妹妹 怕李明太孤单了 想让孩子们陪她闹一闹 毕竟因为僵尸的特性 李明看起来跟忠实的时候 没有一点变化 而小女孩看发型跟长相 应该是妹妹蒙路的女儿 不过看头上的同事 可能出自女仆 或者李明之手 而小男孩是谁的孩子 有点不清楚 父亲可能是男主 毕竟小男孩没有两个猫儿 而男主跟爷爷都有 所以不敢确定 这是不是男主的孩子 而母亲是谁 就更不知道了 表姐 达林 甚至有可能是李明 不要说什么科学不科学 连复活药都有了 生个孩子似乎问题不大